當初你在應徵NCC 好 主觀眾 馬上帶你關心到在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最尋 預計呢 今天民眾黨立委以及國民黨立委會對NCC主委陳耀祥提出非常大的反彈 主要就是因為呢 在昨天他已經先交出了報告 不過報告內容呢 其實有大多數都是重複的 那可以看到呢 現在是林國成在質詢陳耀祥來看一下現場最新 有的有 沒有的東西 我也 可是 我的感覺是說有風不吹 但是沒關係 事情過了 但是總是要水落足失 要讓你感覺說 沒有 你就要去 為什麼你都沒去後人 我會感覺到很奇怪 那這個也無所謂 事情過了 真的沒有這個事情 好 那我當然我一定相信你 我一定相信 你 但是 真的 很多謊間 包括媒體 都議論分分 所以我剛才才會跟你說 那個 後戲勞回 兩戲勞回 所以喔 不要因為當的官 然後連你的名字就湊掉 這沒有意料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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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林國成的事在線的說 陳耀祥千萬不要換個位置就換個腦袋 那他們也呼籲了 其實NCC不要以太退老兵的心態來對待這一段利潤的報告 那因此呢 其實在今天交通委員會呢 原本是預計由陳耀祥先報告的 可是呢 林國成是以第一個程序發言舉手 他要求說要退回報告 因為呢 這些一萬三千多個字 有九千多個字都是招籌 不過呢 民進黨立委李坤澤也是回應說 立委的尊嚴當然重要 但是呢 相關報告 如果退回的話 不進行報告 只進行巡答 那麼也要提醒趙偉 如果退回的話 就形同失去本次召開會議的目的 那可以看到呢 主席陳學生呢 也就是趙偉也才是了 就是這一次呢 雖然是直接進入巡答的階段 不過針對相關的業務報告 也依然要提出修正 並且再三的補充 那麼以上是在交通委員會最新 將時間盡頭交還給一波內直播